哥斯拉与一众泰坦巨兽居然穿越到了DC漫画宇宙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末日军团想要消灭正义联盟 于是闯入超人的孤独堡垒当中盗取星辰滑板云武河 而玩具人趁此机会偷偷拿走了梦之石 结果末日军团误打误撞穿越到了怪兽宇宙 并且因为玩具人对梦之石许愿而把泰坦巨兽们带到了DC宇宙 哥斯拉一登场就来到大都会和超人战斗 最终超人为了救变回比利的沙赞而被打成冰死下陷 超女与绿剑侠发现了骷髅岛和金刚以及骷髅蜥蜴的存在 与此同时深海巨兽提亚马特袭击了海王所在的亚特兰蒂斯 而且哥斯拉也被吸引过来要和提亚马特一决生死 就在亚特兰蒂斯即将被怪兽的战斗摧毁的时候 海王选择解开被锁住的海妖克拉肯加入战斗 拿好烤鱼煎鱼炖鱼酸菜鱼水煮鱼烤鱼制烤三文鱼顺德鱼生品 精彩故事马上继续 视角来到太空中的瞭望塔太空基地 超人的女友路易斯正独自一个人坐在控制台前 他联系上了某个神秘人 希望神秘人能够给予他关于梦时的线索 因为路易斯必须想方设法阻止埃克斯卢瑟的计划 而他联系上的这个人正是卢瑟的秘书墨西 他虽然对卢瑟忠心耿耿 但是他并不傻 路易斯表示墨西知道卢瑟的行为正在失控 很显然墨西被路易斯连续不断地劝说给说动 墨西询问路易斯 超人是不是真的已经死了 路易斯表示还没死 但是和死了也没什么区别 如果哥斯拉能把超人打伤成这样 那莱克斯卢瑟凭什么认为自己能控制他呢 墨西表示哥斯拉是维持自然平衡的怪兽之王 他们的宇宙里有一个叫帝王的组织专门研究泰坦巨兽 他已经获得了帝王组织内关于所有泰坦巨兽的资料 所以他能做的也就是把资料发给正义联盟一份 路易斯听到后赶紧感谢墨西 就在这时候超女卡拉突然出现在路易斯的身后 他都听到了路易斯和墨西的对话 也彻底明白了哥斯拉为何要攻击超人 路易斯也明白了 因为哥斯拉只在乎自然平衡 所以他觉得强大的超人是打破自然平衡的存在 卡拉表示自己需要所有帝王组织的资料 这时候路易斯很担忧地对卡拉说道 卡拉 我对墨西说克拉克没有死 但是说真的 我们无法确定他到底 卡拉看着疗愈舱内躺着的超人说道 他没死 他只是冰死 让我们的视角回到大海深处 此时海妖克拉肯和哥斯拉以及提亚马特六目相对 他们看来看去都在评估对方的实力与威胁 绿灯侠哈尔看到眼前越来越难搞的情况都被吓坏了 海王觉得必须把这些怪兽引走远离亚特兰蒂斯 不然亚特兰蒂斯的保护罩绝对承受不住怪兽战斗的冲击 戴安娜表示怪兽是被信标信号引到这里的 小闪表示自己必须找到信标遗弃并且把他拿走 海王立即表示他和妹拉以及海少侠会帮忙找 所以就只剩下哈尔和戴安娜两个人负责保护亚特兰蒂斯 在提亚马特即将对海妖克拉肯发动攻击的时候 每个英雄都按部就班前去做自己的任务 也是在这时候提亚马特发现哥斯拉在堵朝着自己冲了拐 哥斯拉使用小胖手紧紧抓住提亚马特滑溜溜的身躯 在把他拽过来之后直接贴脸一爪子把提亚马特拍飞出去 戴安娜和哈尔立即察觉提亚马特即将撞击亚特兰蒂斯 哈尔立即制造出一张巨大的网把提亚马特装在里面 戴安娜倾尽全力拽住网不让他靠近亚特兰蒂斯 也是在这时候海妖克拉肯突然冲了上去袭击哥斯拉 哥斯拉被大量的触手缠住并不断向后倒退 而且他们倒下去的方向正是亚特兰蒂斯 下一秒海妖克拉肯带着哥斯拉 把提亚马特一起撞在亚特兰蒂斯的保护罩上 同时他们还在保护罩上方继续不断挣扎战斗 此时的保护罩已经布满裂痕随时都要彻底破损 哥斯拉使用小短腿一脚将提亚马特踹飞出去 海王注意到亚特兰蒂斯的保护罩即将破损 他打算不再寻找信标直接回去帮忙 就在这时候闪电侠成功找到了信标 他表示自己会拿着信标吸引怪兽远离这里 听闻这番话海王和梅拉立即回去拯救亚特兰蒂斯 就在闪电侠拿着信标冲冲的时刻 提亚马特张开大嘴冲上去袭击他 但是幸好小闪速度够快成功躲过了提亚马特的攻击 但是提亚马特因为被信标所吸引 他连架也不打了直接追着闪电侠离开 另一边哥斯拉也渐渐处于下风 克拉肯的触手让他疲于招架 最终哥斯拉居然被海妖克拉肯直接拖入了海底深渊 而这个情况正是海王所设想的那半 他立即安排梅拉去找人维护亚特兰蒂斯的保护罩 然后带着戴安娜朝着海底深渊前进 原来海王打算让海妖克拉肯控制哥斯拉一段时间 然后他就可以趁机 海王话还没说完 一道原子土西瞬间喷射而出差点打中他 但是原子土西却误打误撞击碎了亚特兰蒂斯的保护罩 这一幕吓得海王发出了惨叫 让我们把视角放到南太平洋的一艘船上 这艘船离开骷髅岛已经有些时间了 绿剑侠来到这艘船上时发现上面居然装着一个头骨 不过现在看来这个巨大头骨似乎是骷髅蜥蜴的 绿剑侠不知道刺客联盟偷走这个头骨是想要干什么 但是他知道刺客联盟肯定有什么阴谋 这也意味着自己如果想要阻止他们就必须大战一场 结果当他钻出来的时候立即发现自己被刺客包围 很显然刺客们早就发现他偷溜上船了 绿剑侠索性破罐子破摔跳出来大战一场 他先是连续射出箭矢攻击 然后再近身重拳出击殴打刺客 再踩着刺客的身躯跳起来发射箭矢将其击杀 结果他人还没落地立即就被打了一拳 当他落地的时候立即就被大量刺客包围了起来 虽然他的近身格斗能力也不弱 但是这样被围攻显然自己打不过 于是知道自己无法以一抵摆的绿剑侠立即拉弓搭解 将一枚造型奇特的箭矢射在一堆刺客的中央 下一秒炸弹箭发生爆炸 绿剑侠借着爆炸的威力趁机跳船 刺客联盟没有追击 而是看着绿剑侠离开 绿剑侠看着不断远去的货船 只好先寻找救援然后再做计划 另一边在歌坛室内 刚古刚刚拿到了路易斯获得的资料 帝王组织的资料写明了每个怪兽的详细信息 包括每个怪兽的弱点和能力 正在蝙蝠洞内的蝙蝠侠表示自己正在阅读 刚古表示目前沙赞和绿剑侠都没有任何消息 超女正打算回到骷髅岛去看一下情况 顺便找一下帝王档案中 那个对人类友好的大猩猩金刚 蝙蝠侠觉得金刚要是能成为盟友自然是最好的 紧接着蝙蝠侠询问刚古 查看他发过去的东西没有 刚古表示自己检查了好几遍那个东西 他惊叹于蝙蝠侠居然要搞那个厉害的玩意 做起来不会十分困难吗 蝙蝠侠表示自己得到了闪电侠和一些朋友的帮忙 此时在蝙蝠洞内 许多超级英雄正在帮忙建造一个机器 除了蝙蝠家族外 还有泰坦以及好几名闪电侠 在他们的帮助下 这台机器的建造进步正在飞速增加 蝙蝠侠表示自己会将这台机器打造出来 但是这台机器必须得由刚古帮忙才能运作起来 刚古表示自己明白了 他会尽快回去帮忙 但是现在他必须得拦截另一个信标的信号 这时候叶一表示宇宙跑步机完成检验 闪电侠握力和他随时都可以开始测试 让我们的视角放回到超尼卡拉这边 他再度飞回到了扑罗岛见到金刚 此时的金刚正十分愤怒地怒垂自己胸口 卡拉当飞过去想要查看情况 就立即听到了奇怪的声音响起 只见格鲁德居然带着星星军团来到金刚的面前 并十分虔诚地说道 伟大的元神 我将代表所有大星星向伟大的您致敬 格鲁德眼神严肃又狡黠地说道 我们将臣服于你 伟大的元神 紧接着格鲁德带着所有大星星跪下俯首称臣 而金刚见此情况歪着头脑袋上写满了问号 金刚不懂格鲁德这是在干什么 他也不会接受你们的臣服 格鲁德看见超女说道 超女 你果然回来了 卡拉说道 你带来的星星军团根本不够我打的 格鲁德回答 那你就太小瞧格鲁德的力量 卡拉严肃地回答 你的心灵控制对我是没有用的 只见格鲁德戴上镶嵌着刻实的头盔说道 格鲁德并不认可你的这番话 下一秒格鲁德的心灵控制能力发动 卡拉的大脑一阵巨痛 这使得他忍不住惨叫起来 金刚十分好奇眼前的美女这是怎么了 结果下一秒卡拉一拳打在金刚的脸上 卡拉这势大力尘的一拳 直接把金刚打倒在地 吓得星星军团所有大星星一晃而散 格鲁德看着眼前这一幕感到十分满意 现在超女和金刚都成为他的手下了 然后我们的视角来到末日军团的基地 巨化女和黑服分正在看桑中与暴女的调查结果 在之前的剧情中 桑中和暴女被派去调查玩具人的下落 结果发现玩具人在一段时间里和哥斯拉同时出现 但是如今他们在看了几百个监控录像后 都没发现为什么哥斯拉登场后玩具人就突然消失了 不过桑中和暴女发誓玩具人一定在大都会 他们俩人是一定会找到他的 紧接着他们就断掉了这次通讯的信号 这时候寒冷队长走了过来 表示有一个新的信标信号在召唤怪兽 黑服分想都没想就知道信标在吸引怪兽回到大都会 此时正在独自行动的沙坛接受到了刚古发来的消息 刚古希望沙坛不管遇到什么麻烦都一定要回得消息 紧接着蝙蝠侠也发来的消息 表示沙坛无需为自己害死超人这件事而惩罚自己 而且超人根本就没有死 蝙蝠侠保证他会让超人醒过来的 但沙坛认为超人这件事全是自己的错 而且都是末日军团搞的鬼才导致了这一切 所以他要找末日军团让他们付出代价 刚古表示末日军团召集了大量罪犯反派 沙坛是无法一个人对付那么多人的 蝙蝠侠也表示沙坛一个人也打不赢那么多人 不如持续追踪和盯着末日军团 并向正义联盟汇报情报 但是蝙蝠侠的这个计划说的实在是太迟了 沙坛已经来到了末日军团基地的大门口 所有看到沙坛来袭的反派们 二话不说立即冲了上去战斗 沙坛的力量很强大 普通反派根本不是对手 末日军团里并没有很多能够威胁到他的对手 因此他索性把自己害死超人的悲痛发泄在他们身上 沙坛咬紧牙关对着不断扑上来的反派大 你们全都一起上吧 虽然沙坛似乎正在以一笛板无人能挡 但沙红眼的他并不知道危险即将降落 突然间一只巨大的拳头将重磅炸弹和沙坛一同打了 打出这一拳的正是在一旁观看了许久的句话 而沙坛则是被这一拳直接打晕了过去 让我们的视角回到亚特兰蒂斯这一边 哈尔使用自己的绿灯能力填补了亚特兰蒂斯那巨大的保护罩 但是他表示必须尽快修复保护罩 他无法维持太久 梅拉明白哈尔现在身上承受的压力太大 他让昏昏欲坠的哈尔再撑久一点 但是哈尔已经意识模糊几乎无法再持续维持能力 就在哈尔彻底昏过去的时候 梅拉察觉到身后有人出现 下一秒另外四名绿灯侠冲了出来救场 紧急集合赶来的绿灯侠们立即释放能力维持保护罩 甚至约翰还分心把哈尔保护了起来 约翰表示绿灯侠们会持续维持保护罩 而梅拉则是继续去做该做的事情 紧接着海少侠和梅拉前往海底深渊 他也很好奇深渊里到底在发生什么 此时哥斯拉通过发射原子吐锡成功打败了海妖克拉肯 挣脱数数的他再度十分霸气地远天呈现 但是突然间哥斯拉发现有一丝不对劲 此时在哥斯拉的脚步位置 海王居然在把靠住海妖克拉肯的巨大锁铐锁在哥斯拉的脚上 生气的哥斯拉不断释放原子吐锡并尝试正过锁铐 但是戴安娜抓住了巨大的锁链不让他走 甚至戴安娜因为一个踉枪直接摔在了海底 然后哥斯拉坐起身看着自己脚上的金属锁铐锁铐 戴安娜很好奇锁铐锁能否困住哥斯拉 海王表示那是由N金属制成的锁铐 所以肯定能够困住哥斯拉 现在他们解决了哥斯拉这个最大的威胁 视角来到莱克斯卢瑟这边 他此时已经穿上全身的装甲仪器 在经过长达90分钟的持续稳定连接测试后 卢瑟最终成功完成了链接 就在他感到欣喜的时候传来了墨西的声音 墨西表示有四只泰坦巨兽正在朝着他前景 应该是机械哥斯拉体内的信标信号吸引了他们 没错此时卢瑟已经彻底控制了机械哥斯拉 当他听到有四只泰坦巨兽在靠近的时候感到很兴奋 他没有想要阻止泰坦巨兽的靠近 反而想要大战一场 让怪兽们知道谁才是真正的王 与此同时在另一处 一架直升机正在这巨大的骷髅蜥蜥蜴头骨返回基地 在即将到达目的地的时候 他们向主人汇报了消息 而主人的回答则是直接把头骨投放到目标地点 他们口中的主人正是刺客联盟的首领雷肖奥骨 很显然他似乎打算用这个骷髅蜥蜥蜴头骨做一件大事 时间来到泰坦巨兽出现的十天后 这里还是地球上空的瞭望塔太空站 英雄们正聚集在这里讨论着目前的情况 刚古表示现在英雄们的遭遇越来越艰难了 超人倒下后人未苏醒 超女卡拉已经失踪快十天了 沙赞也被末日军团抓走当了人质 而且他们仍旧没有找到玩具人和梦事 但也有好消息 那就是亚特兰蒂斯的保护罩修好了 刚古表示他查清了吸引怪兽的信标的来源 估计是黑服奋用莱克斯集团的技术打造的 还有最大的威胁怪兽之王哥斯拉 目前他还被N金属锁铐困在海底深渊无法逃离 起码目前来说哥斯拉对他们无法造成威胁 小闪表示可以当作是一次小小的胜利 不过还是有更大的威胁需要担心 目前贝斯摩尔和斯库拉以及提亚马特 都在朝着大都会前进 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似乎情况很不友好 绿剑侠表示还有一个消息 经过调查后发现骷髅岛上的金刚已失踪了 叶翼表示他们现在并不知道 金刚和刺客联盟的情况如何 而且如果怪兽和刺客联盟都一同出现了 那么莱克斯卢瑟和末日军团肯定也会一同出现了 叶翼说完后在场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 这意味着他们要对付好几只巨大怪兽和末日军团以及一堆敌人 蝙蝠侠只好严肃地说道 我们会做好准备的 目前蝙蝠侠已经根据怪兽们的前进路线做推演 把路线附近所有的居民都疏散了 蝙蝠侠需要所有人都做好准备 因为中央公园将会是他们的战场 紧接着蝙蝠侠来到超人所在的房间内 路易斯一直守在超人的身边不肯离去 叶翼不敢相信这位守护整个世界的强大存在 居然会处于冰死状态无法醒来 蝙蝠侠表示超人是在保护沙赞时而受伤的 就在这时候闪电侠和刚鼓来催促蝙蝠侠离开 现在已经到了行动的时间了 蝙蝠侠让他们先出发 自己会与大家会合 一会之后所有人都出发离开了 路易斯也从睡眠中缓缓起来 睡眼惺忪的他揉了揉眼睛 然后立即被眼前的情况吓唤 因为超人克拉克消失了 本应该是昏迷状态的克拉克 此时并不在疗愈舱内 那么超人克拉克到底去哪里了呢 此时的末日军团成员也在陆续登上战斗机 他们仍旧没有找到格鲁德 但他们现在必须赶赴战场了 此时黑服分正在和卢瑟吵架 黑服分觉得是卢瑟召唤了怪兽 并且利用这些怪兽吸引末日军团过去战斗 卢瑟表示自己没有召唤那些怪兽 信标本身就是自己启动的 而正义联盟将会被这些怪兽们彻底毁灭 据话女表示怪兽是无法被人为控制的 黑服分也觉得如果没有梦时来许愿 那么怪兽在干掉正义联盟之后 下一个被干掉的就是末日军团所有反派 而卢瑟表示并不会 因为哥斯拉失踪了 而机械哥斯拉正被他掌控着 现在他就是能够令所有泰坦巨兽臣服的怪兽之王 此时此刻卢瑟已经操控了机械哥斯拉出现在大渡会 他已经做好了向正义联盟宣战的准备 与此同时斯库拉和贝斯摩尔以及提亚马特也到达了大渡会 卢瑟操控机械哥斯拉来到中央公园做好准备 万一怪兽发狂了他就要立即对付怪兽们 但万幸的是一切都在按照他的计划走 三只巨大的怪兽都选择屈服于机械哥斯拉 现在卢瑟这边占据了巨大的优势 就在这时候卢瑟发现了让他眼前一亮的东西 那便是一台超级巨大的蝙蝠机器人 很显然这就是蝙蝠侠之前找一堆人帮忙打造的东西 为了对付怪兽和机械哥斯拉他只能选择这个办法 这时候绿灯侠们带着英雄们飞了过来 盖对着机械哥斯拉大喊 卢瑟我们也为你准备了一些惊喜 此时在蝙蝠机器人的控制室内 蝙蝠侠坐在主位负责操控机器人战斗 闪电侠负责利用宇宙跑步机为机器人提供动力 刚骨则是操控着机器人的一切运算和数据处理 在有闪电侠们以及大量英雄帮忙的情况下 短短几天的时间里他们就组装好了这台蝙蝠机器人 蝙蝠侠咬牙切齿地对莱克斯卢瑟大喊道 你以为你能控制这些泰坦巨兽 但你错了 你所做的一切将许多无辜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 这一切都到此为止了 紧接着刚骨激活蝙蝠机器人 闪电侠立即急速狂奔为机甲提供能量 然后超级英雄们跟在蝙蝠机器人的身后 朝着冲向他们的怪兽们狂奔而去 下一秒蝙蝠机器人和机械哥斯拉彻底对碰上 神奇女侠和神奇少女将会联手对付贝斯莫尔 海王和英女则是负责对付提亚马克 与此同时绿灯侠们决定联手对付斯库拉 杰西卡立即大声喊道 绿灯军团 集合 随着一声声我来组成头部 我来组成左臂等声音此起彼伏 绿灯侠们完成了令人目瞪口呆的合体 因为他们联手打造了一台超级巨大的绿灯军团机器人 紧接着绿灯机器人立即冲上去打了一拳 把斯库拉打得连连后退 神奇女侠与神奇少女甚至联手女子双打 招架不住的贝斯莫尔居然差点被打翻过去 还有海王与英女正在疯狂殴打提亚马特 离开了海洋的提亚马特战斗力不如海洋里凶猛 就在这时候两架蝙蝠战机发现有新的敌人出现 很显然那一定是赶来参战的末日军团 海洋里面冲出来末日军团成员以及大量反派 于是红罩头同意达米安现在启动升级形态 但要对付的是提亚马特 因为海王被他打飞了 只听酷酷咔咔一阵响 蝙蝠战机变成了机器人 这便是他们口中的升级形态 此时英女被提亚马特咬住 她即将被提亚马特吞进肚子里 达米安立即驾驶机器人冲过去连续拍枪进行营救 被打得嗷嗷乱叫的提亚马特立即张开嘴 英女趁此机会赶紧冲了出来 结果就在这时候 一道威力巨大的热势力射线差点射中英女 下一秒超女卡拉突然出现 并且一拳将神奇少女打飞出去 戴安娜惊恐地看着突然回归并袭击自己人的超女 她大声问道 卡拉 你这是在干什么 这时候格鲁德来到了战场上 很显然超女卡拉这段时间一直都被她的能力所控制着 而且同样被控制的还有格鲁德身后的金刚 如今金刚登场 那么哥斯拉的情况如何呢 与此同时一道光芒从天空急速落下并坠入海洋内 而在那片海洋的深处正是哥斯拉被N金属困在那里 就在这时候哥斯拉察觉到了危险 他立即在口中酝酿起原子土系准备战斗 而出现在哥斯拉面前的正是从昏迷状态显明的超人克拉克 超人看着眼前全身上下蓄满能量准备战斗的哥斯拉说道 哥斯拉 我们之间的事情还没完呢 下期视频 最终决战开启 英雄殊死一战 金刚被绿灯戒指选中 战斗力大幅度提升 那么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喜欢本期视频可以点个赞投个币和点个关注支持一下 你的每一个点赞关注评论都是我前进的动物 拜托了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很快再见